你看這邊副檔名有把它打勾了 你會發現 前面的那個我們第一個範例 它是XLS 這個格式的話是2003以前的格式 它沒有區分就是說到底有沒有VBA 可是如果說之後的2007以後的版本 它就是會 副檔名變成多一個X 有沒有 本來是XLS嘛 這邊多一個X 但是呢 如果這個格式 你會發現我們剛剛151這個 如果我今天假如說存檔 像我們現在寫一堆VBA在裡面 那如果說我現在直接把它存檔 你會發現它會跳出一個警告 什麼警告呢 下列功能無法儲存無聚集活躍 什麼叫無聚集活躍 特別說就是XLS 那意思說如果你選擇4的話 那就悲劇了 為什麼 因為它就會把這個你裡面的程式全部都刪除 然後只保留原來就是Excel裡面的資料 程式就不見了 所以記得你應該選擇什麼 記得選擇4 你不要選擇4 因為之前同學就按下4完蛋了 程式通通消失了 OK 那否之後的話呢要做什麼 請你把它瀏覽一下 選的時候請你注意喔 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請你把這個原來的存檔類型有沒有 改成叫做啟用聚集的活躍簿 副檔名就是XLS加M喔 特別說本來是X有沒有 改成M喔 如果你存錯檔案格式的話 那你之前寫的程式喔 就全部消失了 OK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那儲存之後的話 這樣OK 但是你下次再打開的話 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呢 Excel很擔心說 裡面會有所謂的聚集病毒 所以開啟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 我把圖放大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是原來的 那這個是後來另存的 我怎麼知道另存喔 其實各位 除了可以從那個副檔名看得出來 當然有些電腦可能沒顯示副檔 另外你可以從圖示裡面看到 如果是有聚集有VBA的話 他一定是會多個驚嘆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打開的話 還有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如果你上面啟用內容沒按的話 你去按這個喔 他不會理你 他會出現喔 那個什麼呢 停用聚集 為什麼因為你沒有按他 那你要怎麼樣可以啟動呢 啟用內容 然後這個時候呢 VBA才可以work喔 不然的話 他一律是 禁止你去執行任何的VBA程式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今天的話原則上呢 我們就先講到151啦 那回去的話如果有時間 各位可以看一下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另外一個練習題 這一題的話我覺得比較活用一點 因為這一題的話就不是範例檔案裡面 而是在這個台北市的開放資料啦 那這個資料其實喔 很活的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知道什麼 台北市的治安到底是變好 還是變差 欸 有沒有到底科批執政之後喔 這幾年呢 住宅切到案件是增加還是減少 那這裡的話喔 其實呢 都會有所謂的開放資料 有沒有啊這個資料其實是 一個CSV的格式啦 所以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它欄位就是這幾個啦 比如包含什麼 編號 按類 什麼時間 什麼時段 在哪裡發生的 那假如說啦 我希望知道什麼 你可以把它下載 那把它打開 好像這有3000多筆吧 不過喔 會有一個 這個問題就是說 欸 這五個欄位 假如我想知道喔 欸 什麼 自然有沒有變得更好 那 應該是從哪一個欄位下手 變得更好跟時間有沒有關係 有嘛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喔 它的那個欄位 嗯 是什麼 好像民國年 又不是民國年 反正就前面三個字就對了 所以其實你第一個 一定要把前三個字切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我想要知道哪一區 欸 但問題沒有區嘛 怎麼辦 沒關係你把區抓出來 那第三個呢 我想知道哪一條路上面的切蛋線最多 欸 可能直接什麼 林森北嘛 那邊那個好像 特種 或者說中山北啊 中孝東有沒有 可是問題來了 可是問題來了 有這個欄位嗎 沒有 怎麼辦 請你把它抓出來 所以喔 可能怎麼樣 這邊也許可以插入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是什麼 哪一個區 哪一個欄位是哪一條路 那我就需要什麼 把它抓過來 怎麼抓過來 回去可以想想看 今天的話呢我想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拿那個 這個 一些開放資料 其實網路上太多了 政府機關好像至少好幾萬個這種類似的資料 那今天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那回去的話 一樣會把影片喔 這個上傳 然後會貼到論壇 所以你如果加入的話 應該會收到那個 就是影片的部分 那回去還是建議多多實作 OK